台北市复兴南路一段 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重大抢劫案 当时这名抢匪拿着电击棒 攻击位计程车司机 那么随即逃逸 而警方围捕的过程中 这位抢匪拿出身上的折叠刀突然自残 他猛刺自己全身是血送离急救 开计程车这么久 第一次被抢匪拿电击棒攻击 被害人庄先生 举着自己脖子 当时差一点 昏厥过去 抢匪随机拦车 才上车不到一分钟 就拿出电击棒攻击驾驶 被害人大声呼救 抢匪吓得跑到马路中央分隔岛躲藏 位罪寻短 他拿出身上预藏的折叠刀 猛刺自己 右颈部右胸 还有右手腕 差点丧命 抢匪贼心该败 巡逻员警立刻将他给逮捕 目前乖乖在医院养伤 康复之后得接受法律制裁 中文新闻黄建伟许少平 台北过道